臺灣各地的民眾都值得擁有一條安全回家的路 改革臺典 我們責無旁貸 不必懷疑政府的改革決心 請大家信任政府 跟我們一起來努力 臺鐵太魯閣號的事故 對全體國人都帶來了衝擊 我們為乘客的傷亡感到悲痛 也為年輕的駕駛的殉職感到不捨 正因如此 我們必須要強調 改革臺鐵勢在必行 這幾天 社會針對臺鐵改革 已經有很多的想法跟意見 包括臺鐵未來的經營模式 是否要公司化的問題 臺鐵有沉重的歷史包袱和財務壓力 它也肩負著許多政策責任和社會責任 確實需要改革 我相信每一個臺灣人都希望 臺鐵可以更安全 更有效率 這 的確是臺鐵的責任 當然也是政府的責任 目前 最主要的工作 就是徹底解決臺鐵組織文化的問題 改變層層上報 再層層下達的處理模式 讓區域內的問題可以在區域內解決 來提升臺鐵管理的效率和安全性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很多人都提出來了 臺鐵施工安全管理的意思和標準 這一定要全面檢討 革新臺鐵的組織文化 管理和安全的組織問題不解決 營運模式再怎麼調整 都無法滿足社會的期待 第二 要努力解決臺鐵長期虧損的財務 讓單位能夠穩定獲利 員工沒有後顧之憂 改革的方向才容易達成共識 最後 當臺鐵的營運能夠做到良好的管理 提升安全的要求 並且改善財務的困境 我們才會有更大的空間和彈性 來討論最適合臺鐵永續經營的模式 臺灣各地的民眾都值得擁有一條安全回家的路 改革臺鐵 我們責無旁貸 不必懷疑政府的改革決心 請大家信任政府 跟我們一起來努力